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上个星期三的时候 海地的总统在自己的住宅里边被人等于是暗杀了 刺杀了 那么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一些头绪了 海地的安全部队也好 美国还有哥伦比亚的安全部队以及政府都在帮忙 在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逮捕了一些人 所以我们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到目前为止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头一个海地的医生 他一半的时间是住在美国的迈阿密佛罗里达 这个医生在背后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到底是这些雇佣军 他是什么个情况 谁把他们招到里头去的等等 这些稍微有了一点线索 有了一些这个就是说大家知道的一些事情 但是呢肯定问题比答案还要多 所以呢我们就把手中的这些资料呢整理一下以后呢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报告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行动 因为首先呢有20多个人甚至可能更多超过30个人做的这一次袭击 问题是谁出的钱 这20多个人2030个人可不是白干的 而且拿的钱拿的很多 谁出的钱 怎么进入到这个国家的 他们在街上开了那么多的车 这车是谁给提供的 然后就是最后背后指使这个行动的那个人是谁 难道真的是佛罗里达的这个医生兼基督教牧师吗 对不对 这些问题没有回答 而且跟哥伦比亚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 哥伦比亚的军人多数都是退休的 跑到那凑个什么热闹 把命都搭上来 现在至少三个知道是死了吧 所以这非常的复杂这里面 而且海地的这个国家呢 尽管又乱又穷 但是呢它毕竟也是有一些最基本的民主的机制 那么如果它具备这个民主的机制 所谓机制就是说有些人是要通过投票选出来的 不管你是参议员也好还是总统也好 那么不管你一个投票是作假什么也好 他必须得走这个程序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外面的人干掉的 把总统干掉了以后你怎么当啊 你怎么接替他呀 这些都是问题 还有一个很麻烦的 就是现在呢 海地这方面他们的调查人员发现啊 总统呢是被乱枪打死 就身上打得像马蜂窝一样 打了一大堆的子弹 可是呢 发现他的腿是被打断的 不是子弹 而且最奇怪的是 发现他脸上有很多伤 这个脸上的伤呢不是子弹打的 是好像对他有过一些折磨 是重物或者什么拳头啊什么之类的 这么打的他的脸 这个非常的奇怪 我们就来看看 把这个头绪这么捋一捋啊 时间是大概礼拜三的凌晨一点钟左右 对 五辆车六辆车 五六辆 开过去 然后这些人高喊 DEA 用英文喊 DEA是什么 是美国基督中心嘛 对 基督中署 是用这个名义冲进去的 对 然后就说是DEA的行动 大家后退后退 然后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你进去以后 你就听到一阵枪声了 这个后来 昨天的时候吧 他太太不是现在重伤吗 然后送到美国的 迈阿密的医院里头了 昨天第一次他说话了 他就说 在一眨眼的功夫之内 其实就有人 一群人冲进来 然后就开枪了 他先生就死了 这个事到底是不是一进来 马上就乱枪扫射 如果乱枪扫射的话 那他一条腿骨折和脸上的受伤 又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所以他太太说的 这个时间恐怕调查人员 还会再去找一下 好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就是在总统的身上 全部使弹孔 刚才说了 打了不知道多少枪 全是一个孔一个孔的 但是他身边的保安人员 和他住宅里边的 其他的工作人员 无一受伤 毫发 对 这又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选举部长 就说了 说我的保镖 我的安全人员 我是期待他们为我挡子弹的 那如果要是一个总统的安全人员 被挑中的话 那他的职责不是应该保护总统吗 总统受到这样大的攻击的时候 那些保安人员到哪去了 这个呢又是一个疑问 然后呢 第三个疑问就是 当时那个海地的安全部队啊 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他知道总统的居住的地方被袭击了 所以呢他们赶紧赶到那个地方去 如果你在照片上 在视频上可以看到总统住的那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那个住的地方 就像是一个 就像是一个戒备森严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一样 像个庄园那么一种 对对对 不轻易的进不去的 然后上面恨不得是有人在持枪巡逻 什么有港楼 有那个辽望哨什么港楼之类的 就是这是一个戒备很森严的 而且保安肯定不止一个人的这么一个 可能有保安部队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地方 结果被人家冲进去 然后海地的安全部队到了这个 就是总统居住的地方的附近的时候 发现一辆可 不是一辆了 就是一个可疑的车队 是五辆车所组成的 但是他们的说法是 当时他们担心总统和他身边的人 包括他太太或者其他的人 可能被劫持为人质了 他如果在这儿交火的话 可能总统就会丧命 于是呢 他们就放行了 把这个五个车的车队给放行了 当然也不是放你走了就算了 他们马上打电话 请求前面的 就是在外边的这个 他预计这个车可能走哪 所以他告诉前面的人说 赶快拦截 有一个五辆的车队 尽量拦截他 所以等前面的这个安全部队 大部队到了以后 拦截好几百人啊 拦截了这五个车队之后呢 五辆车之后呢 这五辆车刚好是开到一个 恨不得就是一个很窄的死红筒里头了 出不来了 所以呢 车上的人嫌犯吧 现在说 就是袭击总统府的这些人 他们把车扔到 他们把这个枪扔到车上有很多人 然后跳下车 就撒腿就跑 四散逃跑 对跑到哪去了呢 这有意思了 跑到台湾 有一部分呢 至少跑到台湾 住海地的大使馆那去了 那可能有人不太清楚的 会问说 怎么会台湾在海地有个大使馆 当然因为台湾和海地有外交关系 这就意味着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外交关系 这个呢 就是有一点小的外交历史 就是说经过1949年以后 经过长期的各方面的格局的改变 努力和美国的斡旋等等 现在跟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呢 仅存15个 那么海地就是袭击11 而且海地呢是1956年就承认 中华民国是就代表中国的这个政府 所以跟他建立了外交关系 仅仅是在2019年的时候 蔡英文还去了一趟 所以是这么一个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看看这些人冲进了台湾 驻海地的大使馆的这个情况 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因为可能是考虑到有动乱呢 或者是有枪声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地方离总统府很近 台湾的那个大使馆 所以我看到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说 关了 当时那个台湾的大使馆关了 里面没有什么人 所以这些人呢是破门而入 是冲进去了 冲进去以后呢 就跟外面的部队有所对峙 然后后来就投降了 大概11个人左右吧 从里面就举着枪投降 那么从这个交界的过程当中 看到的报道就是这个大使馆 当时处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状态之下 所以也就是说在那个大使馆里面的外交人员什么没有人受伤 没有任何人因为台湾方面的发言人也 出来解释了这个情况 没有人受伤 那么最后 算是在这个地方和平解决 但是在其他的地方有所交火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人们意识到 原来袭击总统府的主要的力量 是来自于一个叫哥伦比亚的这个地方 而哥伦比亚的士兵 我们现在也慢慢的了解到 原来是在那一带 甚至在世界其他的地方 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大概有游击队啊 什么的 一直打仗 所以他们的那些退休的士兵 都是训练有素的人 所以什么野门啊 什么伊拉克 这些中东国家都跑那去雇 他们去做保安局 对 就是雇佣军 他们是经验比较丰富 经验比较老道的这种部队吧 所以呢 待会我们会讲一下 为什么会找到了这个 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人 其实他里头有一个牵头的人 那这个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外边的海地的安全部队 就已经知道他们的对手 可能是外国人 原因就是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海地是讲法语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他在听到里边 围困在里边的一些人 在讲西班牙语 在讲基里华拉的相互之间 在讲这个话 所以他就知道这不是他们国家的人 于是这个是先清楚了 那么等天亮还没天亮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说总统已经身亡了 那么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人呢 还被包围在这边 所以在天亮之后呢 这个被包围在另外的一群人 大概二十五六个人吧 包围在这个房子里边的人呢 也一一的都出来了 前最早走出来的两个人呢 就是两个双重国籍的 有美国护照的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是说 他们来这儿主要是为那些人 西班牙语的那些人做翻译的 然后他们出来以后 其他的一些人呢 也都纷纷的走出来 结果一数大概是二十五个 欢迎去收听 有中讯和高年美女 主持的今日话题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海地在上个星期三 发生刺杀总统的这个事情呢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了一些逮捕了一些人 得到一些线索 但是呢还是有很多问题呢 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收集一些资料呢 跟大家简单的来 把这个事呢串起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知道 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不清楚啊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是现在正在进行调查之中了 好那刚才说的就是 当天发生的事情啊 天亮以后呢 这些人就基本上都放弃了抵抗 就开始投降了 投降以后出来 当然就被警方给逮捕了 那么但是在交火过程当中呢 有三个人死亡 在死亡之前呢 其中有一个人打了个电话 这个人呢叫Captor 这个人是哥伦比亚的一个退役的一个军人 大概四十来岁吧 他给他37岁的妹妹叫做Yenning Yenning好像是 给打了一个电话 就告诉他说 因为他妹妹把他哥哥看成是英雄啊 然后呢他妹妹是说 当时他哥就告诉他说 我现在在海地出了点麻烦 现在呢被困在一个地方了 被包围了 然后正在交火呢 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呢 但是你不用担心 也别告诉老妈 一切都会好的 然后就挂了这个电话了 当然后来他妹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 他哥哥是在今年四月份 还是五月份的时候呢 接到一通电话 这个电话呢 是一个保安公司打给他的 说是要雇用他 到这个海地区啊 去保卫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做他的那个警卫去了 而且薪水也不错 同时呢还让他在招一批人 就是招一批这个哥伦比亚的 就是他的这个军队当中的一些朋友之类的 然后去海地一起工作 所以呢他就去做这件事情去了 所以他妹妹是坚决不相信 他哥哥是就是和刺杀这个总统有任何关系 你相信不相信这是一回事 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保密嘛 这个叫卡普多尔的人 他到底知道多少情况也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被打死了 这个人呢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训练有素的一个军人 所以呢这个头绪真的是乱成了一国粥 为什么呢 刚才说那个保安公司啊 在美国佛罗里达 这佛罗里达的CTU这个保安公司 为什么会打电话 打给一个哥伦比亚的退伍的军人 然后让他去招一帮人 而且都是高薪啊 好几千美元啊一个月 让他去招一帮人进入到海地 去带引号的去保护一个人 但是后来才发现所谓的保护乃是刺杀 对不对 你这叫什么事 那么佛罗里达的这个公司 他知道不知道 要派一帮人去刺杀 而不是保护 如果他知道的话 那佛罗里达这家公司CTU 你不是马上全都被抓下来吗 对不对 很乱 于是呢 好像呢 就让大家觉得这个头绪还乱的不够 就撑出来一个医生来 这医生呢 也是在佛罗里达 他是个海地人 但是呢 他是穿梭于海地和美国两个地方之间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 手术 骨科还什么的医生 同时他也是一个牧师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医学的这方面的知识 是在海地还是多米尼加 反正就在那一带学的 可是他在美国的秘书里呢 拿了一个神学的学位 所以他又是一个有执照的牧师 而且他经常是在教会 做各种各样的步道啊什么 这是他的一个副业 所以他等于是身兼两个角色 是这么一个人 这个医生的名字叫Sannon S-A-N-O-N Sannon 63岁 为什么把他给扯出来了呢 这里面又扯出了海地一个教授 哎呀 这个头绪 咱们就不把他称的再更多了 就是呢 现在这个医生也没抓起来了 在他家里发现大量的子弹啊 什么之类的 在美国好像 就在美国居住的地方 对 就住在美国 佛罗里达嘛 对不对 是有一个海地的一个教授呢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莫名其妙接到了一通电话 说的请你来参加一个Sannon 医生兼牧师的一个会议 是在一个人家里 这不是在那个医生的家里 是在另外一个人家里 而这个人家呢 是在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教授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听到了这一位医生兼牧师 讲的不可思议的话 对 这个医生啊 Sannon医生呢 他是有恨不得是有一个理念的 他就是对海地的整个的这个行政系统啊 是有是有自己的这个主张了 应该这么改革 应该这么做 他呢 说实话没错 对 因为海地确实是烂了 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从根上烂了 他认为说是整个的体系都出现大的问题 贪腐是从上到下的 这个没有办法了 然后各个政府的机构呢 都已经没有 这个功能不张啊什么的 已经不行了 没有办法来有效的统治这个国家了 所以呢 他自己实际上在社交平台当中 也曾经说起过 说他有意想当海地的总统 我们说的是这个63岁的医生 Sannon这个医生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 这个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呢 有不少的海地的移民 在海地当然就 这个政治圈子就更大了 就更多了 但是不管是在海地 还是在迈阿密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Sannon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医生的名字 大家都不认识他 他凭什么想着自己要去当总统去啊 对 这个就没人知道了 他只是说 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了 上帝让他去解救海地 让他去做海地的总统 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一位教授 到了一个人家 不是跟他开会吗 七八个人在那开会 他第一次听到的这个Sannon一声 首先他不认识了 也没听说过他 但是当时叫他去 他说去把他一挺关心海地 这个国家的前途 才听到这个人说 是上帝的知识 而且呢 他有明确的指示 就是说上帝给了他一些计划 什么计划呢 他说上帝告诉他 说要在海地这个国家 实行马歇尔计划 那么我们知道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援助欧洲 对不对 对对对 二战以后 经济重建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门罗主义 门罗主义这个就是美国的 之前的美国 也是一个美国 按着美国总统 然后来 马歇尔是国务卿 二战时期 而这个门罗那是总统 所谓那就更早了 门罗主义就是说 简单的一句话 就把美国的后院 就是中南美洲 反正视为自己的地方 用我的势力来进行保护的 就这两个东西 他说我要实行这个 而且呢 他说上帝告诉他 要做一件事情 这事就听得有点 一厢情愿了 把海地的官方语言 从法语改成英语 我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怎么 因为遍地的海地人 都讲法语的呀 怎么昼夜之间 会把那个他的 国家的官方语言 从法语改成英语呢 然后他说了 我还有具体的计划 拿出一顶帽子来 那个上面印着D.E.A D.E.A三个英文字的缩写 是美国的基督总署 就是那个抓那个毒品贩子的 最大的那个机构 他说用这个方式 所以后来在枪战当中 后来发现了这些人 不是什么高喊D.E.A 或者什么身上戴着 又穿着那D.E.A的衣服 戴着D.E.A的帽子 看来都是有备而来的 就是用这个借口来进行这个行动 那么所以是他出的钱 是不是 对不对 他出的钱雇的这个什么 卡帕多什么这些 还是怎么回事 到这个问题 到这现在就没有什么答案了 对 但是呢 从海地的这个安全部队来说呢 他们的负责人 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是把这个Sanon医生 作为主要的嫌犯 就是作为后面的那个 雇用那些杀手 去暗杀总统的这个事件的 主要的一个中心人物 来进行调查的 所以就看看 最后是不是还能 找出一些线索 原因是这个Sanon医生 他也没有否认 就是说把他抓起来 他没说我跟这个事没关系 他也没否认 他说我是受到了上帝的召唤了 他只是这么说 那他当然没 不算是承认 但他这么一说 让人感觉是承认了 他确实有这个动机 想当总统 那你就把那个人杀了 所以反过来想一想 派上一帮人 对 鹤枪实弹 冲到那一阵扫射 之后他就能当总统了 对 这个背后是怎么一个逻辑关系 所以这里头呢 就是疑点是非常多的 中间有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回答 再有就是实际上 他雇用的那个 哥伦比亚的这个雇用军 是两批 第一批是先去的哥伦比亚 就是现在被抓住的 参加行动的一批 还有一批 是说是在晚一点时候 再进去 再进去 但是这第二批 显然就没有机会 就不可能再进去了 这是第二批 然后第一批的人呢 根据现在的采访 大部分 这个不可能是 透过这个口径 大部分都是不知道 是要打死总统的 一开始 大家都是在说是 保护一个重要的人物 有的人根本 说是保护谁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 也习以为常了 因为他们认为说 这种雇用军 有很多情况之下 是不告诉你 任何的细节的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保护的人是谁 但是也不需要你知道 你就是帮助 做好你的这个 外围的保卫 就可以了 给你钱 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对 他们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种情况 但是有一个人 就是刚才所说 这个Captor 他是跟他妹妹说 他说我是保护 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物 是海地的总统 他是跟他妹妹说过的 但是他是这个联络人 他等于是 恨不得是这个医生 和那些其他的人 都是他招来的好朋友 当那个雇佣军的人 所以现在大概公布出来的信息 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故事出来 对 那当然现在海地要求美国出兵 维持他的和平等等 这方面美国暂时没有答应 但是纵观历史 从1914年美国的总统 一战的总统威尔辛 一直到后来的克林顿 然后到后来的小波士 分别都对海地动过兵 用过兵 而且之前的一些用兵 都不是人家请的 都是美国入侵到里面去 为了跟德国争夺利益 还有就是之前海地 之前一个总统 就是在威尔辛那个时候 也是被刺杀了 被刺杀了以后 美国又出兵什么之类的 还有袭击海地的银行 拿什么50万美元 这些事情 在历史上都有一些记载 那么稍待会儿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机会 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看出来 就是海地现在的一些国情